好像好很多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墙上有什么问题 目前都完全没有 那就我还是开场一下 其实我入阁到现在也一阵子了 我是10月1号入阁的 然后入阁之前 从8月底到9月底 有过一整个月的时间 去在网络上面用一个 叫做ask me anything的一个方式 有一个论坛叫做wise like 任何人都可以用类似 刚刚slido这个方式 来问我任何问题 那所以我的mandate 其实是跟大家一起形成的 就是一个crowdsourced mandate 那当时林全前院长 在希望我入阁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给我任何特定的 说一定要我做什么 那我当时是给了他一份报告 就是说我之前在 就是上一任政府的时候 主要是以专案顾问的身份 主要是帮蔡玉玲老师 然后一定程度帮张山珍老师 去做一些对外沟通的一个工作 然后也教导公务员说 面临网络上面 或者是年轻朋友们 排山倒海而来的一些意见的时候 不要把它看成是noise 应该要把它看成是signal 那但是呢 要把noise变成signal 或把这些voice变成signal 它其实蛮需要一个 我们叫做demodulation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有排山倒海的一些意见 但是公务员如何不被overwhelm 如何引导大家 在一个constructive的方式 去进行讨讨论 然后慢慢收敛成 大家真的可以使用的政策 那当时 第一个 用这样子方式去做的 比较大型的一个政策 就是 等我一下 就是Uber X 来台湾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讲的好了 Uber X来台湾的时候 当时 我记得Uber本来在台湾 是合法营运的 它是用 有租赁车的 这个驾驶嘛 然后是R牌的车 就是Uber Black 那但是 过了一阵子之后 他们就开始去 使用没有驾照的车 而且说这是世界的趋势啊 台湾如果不legalize 它就跟不上时代了啊 等等 那当时其实不是 只有在台湾发生嘛 Uber在全世界都做 完全一样的事情 那但是在其他的国家 例如像我当时 经常去法国 我就会看到 他们像是 一些大道 被集成车司机 就是包围啊 然后拿机场都出不了啊 之类有 非常激烈的一些 社会上的一些反弹 那在台湾当然也出现 机车司机包围交通部啊 等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 因为才刚 经过2014年的 占领运动 那那个占领运动里面 我的角色比较像是 在一开始 前一两天 去提供 它网络连线上的一个支援 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就是在线上有一个平台 当时叫GitinV.com Today 去让所有人可以看到说 在异常的里面 在异常的外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谣言不至于传播 然后任何一方 我们都提供一样的coverage 是一个 neutrality的一个情况 那在占领的时候 那在占领的时候的 这样子一套技术 有各种讲法 CV Technology Ambient Technology Cone Technology 随便啦 就是这样子一套方法 我们当时本来只是希望 不要让谣言 或者confusion 这个dominate 其实非常多的occupied 包含occupied Wall Street 到最后发生的问题 都不是因为 有什么外在的敌人 而是因为内部的谣言 什么东西乱窜 那我们是在一个 等于是一个complete radical transparent的 一个情况下 确保说大家不会 就是做任何这个摄影机 或珠子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但是后来我们就观察说 这不是只是为了防禁 它也有心力的作用 就是说随着大家在 立法院的三个旁边的街上 大家可以知道说 可能是跟 本来一边是跟 就是独立建国 比较有关系的朋友嘛 另外一边是跟 环境比较有关系的朋友 另外一边是跟 工人的权益 比较有关的朋友等等 他们会去组织 各种各样的讨论 但是随着 这样子讨论的过程 被直播 被逐字搞 然后被慢慢慢慢收拢 他就发现说 其实这些立场中间 他们彼此之间 平常可能不太讨论 就是有什么synergy的 人群就会像 密封兽粉一样 慢慢把这些观点 综合成 就是一致的诉求 那同样的就是说 每一天在 立法院里面的这些朋友 看的就是说 外面的这些朋友 前一天又汇聚到了 什么样子 可信的建议 有什么样的 rough consensus 然后在里面的这些朋友 又可以再怎么样 进一步的讨论 也就是说 技术它不但是 把地方之间的 各个不同占领的 区位中间的 沟通的问题解决 它也把时间上面 变成是 每天不是大家 从头来讨论 而是每天讨论 上一天没有讨论完的事情 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那所以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 帮忙把这个翻成英文 翻成各国语言等等 但是到最后 我们看到的效果 就是说 不像其他的地方的占领 是越占领越发散 到最后没有诉求了 那而是说 越占领越收敛 然后到最后 竟然整理出 非常coherent的 一套诉求 那当时就是 王金平前院长 是同意了这套诉求 所以占领 是成功的 就是撤出了 那所以 同样的这套 收敛的方法 我们当时就想说 如果就是 half a million people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 有一定程度的 constructive的 对付的话 那像 像物质这种案子 其实他stateholder 也只不过 numbering in the thousands 理论上 不应该不能沟通 才对他是scale down 他不是一个scale up 所以我们当时的设计 就是用同样的一个方法 去做consultation 那我们 我们后面有一些想法 就是 我们会觉得说 一个will-informed public 就是要先知道 这整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事实性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如果 在事实性的部分 没有办法进行聚焦的话 不好意思 我留点慢 就是所谓的objective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这个体谅彼此的 彼此的感受 那如果没有办法 体谅彼此的感受的话 就没有办法 聚集到可信的一些方案 然后呢 就会rush to decision 也就是说 它是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固定的一个flow 是2005年在加拿大 有人提出来 叫做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就是焦点讨论的一个方法 那通常呢 会一个街上 可能两边的朋友们 对什么是fact 就已经有完全不同的认定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双方都有strong feelings 而且on the same words 可是这个same word 大家的理解 其实就已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时govzero 就是G0VE的朋友们 做了很多专案像 有一个叫做 你被服貌了吗 的一个专案 它那个专案 TSA.G0V.TW 它是完全neutral的 就是你建入 你的公司的名字 或者同一编号 它就告诉你说 按照这个商业登记 你是属于什么什么行业 那这个行业 根据联合国 WTO的什么mapping表 它相当于什么东西 这个又mapping到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什么行业 所以它就可以 实际地告诉你说 服貌exactly 怎么affect你 然后它会用 漫画的方式来表现 那这里面后面 都是就是hard data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家就可以 很聚焦地去讨论 某一条对大家的关系 而不是把它包成一包 但是每个人 想象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 是这件事情 那同样的 就是说Uber 它到底牵涉到 哪些法规 哪些命令 目前时机 运作的车量有多少 所有这些东西 要先inform给大家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看到 同样的fact之后 就会有各种 不同的感受 同一个fact可能 我觉得很高兴 你觉得很难过 这个都是好的 就是说没有人 能够否认彼此的感受 那但是我们现在 需要的就是说 是把大家的 共同感受找出来 那这个是网络技术 在以前比较困难的 我们以前有BBS 有Forum 然后有各种 现在有Facebook 那所有这些都是 比较是发散式的 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任何在网络上面 打过比赞的人都知道 不是有道理的原因 是时间多的人赢嘛 对不对 就在任何 任何group里面 都是这样子 时间多的人 就到最后 就last words 就是他讲 因为其实他没有时间 被他耗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像我们在做 standard body的工作 像IETF 这些工作 要那么强调 rough consensus 因为你如果 要求find consensus 到最后就是 时间多的人赢了 但是rough consensus 就是大家 多多少少 可以同意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去做了 那这个概念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当时 就是去engage了 一个Seattle的 一个新创 叫做polis 那他就是用 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去试着在statement里面 去找出rough consensus 也就是说 每一次进来的时候 他可以先看到 一个对于 他比方说 我认为用网络工具轿车 可以降低 这个司机故意绕路的几率 那这是一个single statement 他并没有一个 非常后面这个 rhetoric 所以你可以按赞认 或者是反对 那随着你按赞成 或者是反对呢 这个 你的这个avatar 就会开始在这些group里面 去移动 那一开始的c statement 就是经济部 交通部 财政部 台湾大车队 Uber 然后这个台湾 台北的那个 街车职业同盟工会 等等提供的一些statement 但是除了这九个 initial statement之外 所有其他 你看到的都是user contributed 就是说大家在打完这些之后 卷到底下 然后按分享您的观点 去把它分享出来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投票系统 就是说这边 196或242或204 这个数字是仅供参考而已 它的面积是reflect它的diversity 它的面积不是reflect它的人数 所以这边就算是5000或者5万 这个面积都是一样 它不会有差别 也就是说它可以有效的去 去让spam这件事情 它不像你揪了5万个人来 投票投的都一模一样 那在这上面就是一个点而已 它事实上是不会有任何 对这个面积有所影响 那在一个一般的讨论版上面呢 大家会看到就是里面最radical的 就是图面上面最偏 这个左上左下 右上右下的一些意见 那好比像说A组的人 他觉得达成有风险嘛 那但是B组的人完全不这样想 那B组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啦 那好比像说如果不赶时间 就算很多计程车 这一组的人还是会叫Uber 97%的人这样子想 那但是A组的人呢 完全不这样子想 那C组的可能关心的是纳税的问题 那D组的可能是关心的是 不会责任的问题等等 那在一般的foreign上面 就是会是这些极端的意见 去dominate discussion 然后中间的人到最后就不想讨论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最极端的在那边 越讨论越分裂嘛 那但是这个forum的这个好处 就是说他事实上是不可能reply的 你看到一个你不满意的意见 你唯一的recourse 就是你写一个比他更好的意见 然后我们事前说 任何意见 他只要能够列到共同意见这边 他convince一个super majority of people 我们就答应用这个来跟Uber 跟stateholder做negotiation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预先给了他一个binding power 给了他一个拘束力 就是说你的感受 只要能够resonate with super majority of people 我们就负责把你的感受 翻译成法力这样子 那所以这是第一次 就是这种machine learning 然后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的这个技术 去用来做filling上面的收集 它本身并不是standing isolation 我们是前面先有一些fact 后面是说 这些filling会有一个 面对面livestream的一个process 去把它收成idea 它是在这两个process中间 去起到一个 automated facilitation的一个作用 因为事实上 如果是上千人的话 你不可能用人类去 引导他们讨论 但是机器的话 它可以引导到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到最后 就收到了一系列的 蛮好的consensus 然后我们就真的去 面对面讨论 然后真的去跟交通部的朋友 一起把它翻译成 多元化计程车方案 那所以目前 Uber在台湾是合法的 它是以就是租赁车 然后带雇驾驶的方法 在运行 但是台湾大车队呢 的app上面 你也可以用 好比方机车车 车字的1.4倍 叫一个less or black 的这种车 它是就是一个 healthy的一个竞争的情况 那Uber也答应 不再去用 就是没有职业驾照 没有缴税 或者是没有保险的司机 那些朋友们 现在都去line上面了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的意思是说 至少我们有一个 regulatory framework 然后这个framework 我们在推行的时候 立法委员可以知道说 它是有名义当后盾的 因为我们前面 已经经过一点串的讨论 大家不管到最后 是不是完全同意 其实都是觉得 但可接受 因为这些consensus point 大概都有八九十part 所以后来做成 这个session 请说来 你这个给input 你需要不要anyqualification 没有不需要 你只要回答中文就可以了 那譬如说假设 另外一个国家 enter很多东西进去 你取得 对 对 因为我们这边 measure的是 整个gammut 就是diversity of feelings 我们这边不是在数人头 数人头 doesn't work 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很多案子 像之后有Airbnb这个案子 Airbnb就是您刚刚讲的情况 因为它送了一封信给所有的 会讲中文的会员 说请来上面支持我们 Airbnb 对 那但是much to their surprise 就是说里面其实真的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是他们的 就是 就是怎么讲 party line 那但是他们招来的人 因为我们后台都有数据 他们招来的人 有三分之二的人 其实对Airbnb是不满的 只是他们平常没有让Airbnb知道 然后 所以他们就在平台上面 就是也会提出很多不同的论点 所以我想这里的重点 还是说我们给予局数力的是一个resonate的这个感觉 而且你随时可以做得更好 像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某一个人考了91分的时候 就会有人想要考92分 就有人想要考93分 就他会compete with consensus 这个就是会试着去提出得分更高的 就是说 更能够说服更多人的这件事情 那但是这个是因为 就是有一套方法去visualize它 因为不然的话就像刚刚讲的是 时间最多能够占有别人注意力的 那别人会得到reward 但是这边是不是 而且说你能说服别人的才能够得到reward 大概是interface design上有一个这样子的差别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终于有人提问题了 好来 他说服别人 那如果说是一大堆那个当民的那个 那个放战呢 一大堆当民的账号 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的supermajority的定义是这样子 就是说好比像说 在网络卖酒那一案 它是80%是majority 20%是minority 我们看起来好像80%的人支持网络卖酒 然后20%的人反对 但其实我们用别的民调可以知道 其实差不多是五五破 那为什么是因为支持的人比较会用网络 所以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动员 你也可以知道说当然是支持的人 但是我们对supermajority的定义 当有两个组的时候 是all of majority plus half of minority 就是说80 20的时候 它要说服90%以上 我们才even enter the threshold 所以说你这边灌再多人 你还是要说服一半的这个少数人 也就是说它要在各个group里面都是majority 我们才认为它是supermajority 所以它就比较disintensified 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有人来灌票 但是呢 第一个它面积不会因为它灌票看起来比较大 然后第二个呢 它灌票洗不掉这个少数人 少数人永远都在 还在这边 你还是要说服这里面的一半 我们才会纳入政治议程 所以它一定程度上是discourage官票 不是说官票不存在 这样 那那个如果官票有族群 那不用网络 所以就完全不怕 对 就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当初V台湾这个计划做的时候 我们特别说我们只做digital economy 相关的案子就是认为说希望stakeholder 它至少要会叫Uber 那我们界面把它在mobile上设计到 不要比Uber难使用 那这样子的话 至少我们会觉得说 它的就是representation上面是比较稍微fair 可是这当然不是完全fair 我们从analytics可以看到说 来参加的人的在各乡镇的人口比例 跟台湾真正的各乡镇的人口比例是相同的 所以没有成乡差距 这是一点 但是在年龄层上面 这很明显就是年轻人比较多 这 is true 在全世界做这个Cyber Participation 都是看到一样的一个数据 那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件坏事 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情 它是inform公厅会 它不是取代公厅会 我们是把就是之前的这个facts finding的参考资料放到这边来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做这个就不用做参考资料 也就是说它是在本来收集参考资料 到各地开公厅会 或在台北开公厅会 中简多一段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的这个空间 它既不是把这个取消 也不是把这个取消 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其实它也是unfair 就是说有钱坐高铁的人 有钱飞到台北的人 有钱去travel到公厅会 在的会场的人 会dominate discussion 而且讨论品质 没有这个的一半好 所以我觉得它是作为augment 这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 我们introduce这个stage 前面后面就不做了 不会这样子 有问题我不知道会不会问得清楚 所有的民主的这个一个制度以下 基本上这个参加了民众的价值观 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间 对于小我和大我 strategic 长期跟所谓的前瞻 短视 这中间的平凡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 有 就是说 这个process的一个好处 其实 它 这里有一个很suttle的地方 就是当你要输入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要先登入 Facebook或Twitter的profile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your friends are over the place 这些都是你的朋友 这些不是nameless的一些想象中的假想敌 只是说你跟你的朋友 可能没有在吃晚餐的时候聊Uber这件事情 但事实上 就是real Facebook friends或Twitter friends 它是有不同的立场的 所以一方面 这可以让你不会antagonize 就是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因为他是你朋友啊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说 大家就会发现说 在这个run的二十几天里面 是本来是四个角落的 因为我们把这个网址同时给stateholder 他们各自去动员嘛 但是你就就是可以看到 大家慢慢慢慢往中间集中 到现在这四组几乎要重叠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引导式设计的一个概念 就是人本来里面就有关心 小我的部分跟关心大我的部分 但是当你一直remind它 有一个大我存在的时候 大家慢慢就会去做这个 overview effect的这种概念 这种thinking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是design work 它不是只靠algorithm就可以做的 这样 对 那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当初 这个是完全实验性质的 我们投入的时候 也不知道它会不会work 但是后来就 就觉得还蛮work的 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 就是类似institutionalize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 V台湾的TW 其实已经可以看到 很多digital economy的issue 在这边去进行讨论 像昨天吧 才刚上线的就是 就是autonomous vehicle嘛 就是自动车 到底在台湾 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去推行的deliberation 然后 然后还有 意识心理师 特别网络平台提供服务 社会企业在公司法里面 这个刚整集结束 我们收到了 非常不错的一些意见 然后无人机呀等等 那我们 也可以看到之前 处理过非常非常多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贵的 就是说 这个网狱 它也不是.gov.t.t 它的code 完全都是open source 然后它的operation 完全是 civil society 在operate 这并不是 政府的公务员拿钱 然后要交配 KPI的一个专案 每一个题目 我们要怎么讨论 我们都是跟 那个题目的stateholder 一起讨论出 这个题目要怎么讨论 所以每一个题目的stateholder 都不一样 这个平台 只是让这个过程 它是 就是radically transparent 你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 它是到底是怎么 讨论怎么做好的 那或者 台湾的就是 开放资料啊 等等的这些 regulation 它当初 制定的过程 到底开过几次 会有过什么草案 然后所有的 政策的履历 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看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不只是transparency 不只是每一场去直播 或者是留竹子稿 而是accountability 就是你不只是可以问 就是what and hell 你是可以问who and why 就是有哪些stateholder来过 为什么他们讲这些事情 为什么最后decision这样做 你可以甚至从法条追踪到 是因为哪一个人 在哪一个special interest group 讲了哪句话 所以做成了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cost 非常非常高 这个必须不可讳言 就是说 它是靠各个stateholder的 志工组成的working group 来支持这样子的东西的运行 但是它收出来的quality 几乎uniformly 是从公务员的角度来看 比它around工厅会可能还会被翻桌 要来得好很多的 所以从他们角度来看 就第一个是降低风险 因为他可以知道说 他过的时候 不会被任何一边包围 说他可以像这个强度关闪 什么 因为这些人都有参加process setting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减少他的成本 因为很多收集意见的成本 是软体去 或者是peer moderation去吸收掉的 所以大概是这一类的想法 那后来我们就把这一个 做成一个叫做 不好意思 join的平台 那这个就不只是 关于digital economy 而是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个上面去讨论 任何人都可以去提petition 然后到5000票 政府就必须要 在60天之内具体回应去处理 然后所有的 有点像这边的regulation.gov 就是所有的新的regulation 都必须在上面公告60天 以前是7天或14天 根本还没有人看到就过了 那现在是一定要60天 而且一定要具体讨论 讨论一定要具体回应 然后同样的 就是所有的运猎馆的计划 都会在这边用 就是budget visualization的方式 让大家看到说 运猎馆的计划 就是大海南选业的钱 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那这个就包含 之前的特别预算 跟现在的特别预算 然后总统证件也在里面 所以像亚洲连接西谷的 相关的预算 也都可以在这边去 去进行选择 这样 所以就是 整个管考系统 是用公开管考的这个精神 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目前部会的预算的比例等等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已经变成 公务员 他的工作的一部分 这不再是一个 什么experimental的东西 这个就是 所有的部会都需要知道 然后所有的部会 都有我们叫 开放政府联络人 participation officer 有点像champion 他在那个部会里的champion 那他必须要进入我们这个聊天室 是完全跨部会的 然后一起去把这种跨部会的案子 去进行讨论 所以我们这个join平台上面 有很多非常困难的议题 像Facebook购物诈骗案 或者是房价改成食品制 或者是所有这些东西 那也有一些regional的 好比像说恒春 有一些朋友 就说他们那边的医疗 有一些困难 所以应该要请空情总队 派直升机到那边 去当救护车使用等等 那所有这些题目 他在以前是 如果你给单一部会 他就算是回应 他也是尽可能把它推掉 因为这些跨部会的程度 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有一个好处 就是每一个机关都有 开放政府联络人 所以当他这个 就是进来这边提案的时候 他就可以自动去分到 各种不同的相关的部会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make sure 就是所有部会会联席 一起进来做这个开会 而且大家这五千多人 都会收到一封信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 会开五个小时的协作会议 然后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来参与 然后这个如果来报名的话 或者在线上参与的话 我们都会把每个人的意见 去做成记录 那在底下的讨论区 我们也同样是做了这种 不能互相reply的设计 所以最好的正面意见 跟最好的反面意见 他会像slido这样子浮上来 而不是大家彼此互相攻击 那而且这边 就是也不是等比例 虽然这边157那边12 可是你不会看到绿色 把红色把它挤掉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整个interface design 是希望大家想出 更能说服更多人的想法 而不是去洗版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design上面 花了慢度功夫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五 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开会 把这里面5000个里面 愿意来的人 然后像这一案是 包含电商业者 或者是物流业者 或这些朋友 都聚集起来 然后再形成一个大会议室里面 然后开会 然后我们就是用design thinking的方式 去确保说 每个人都在一个新制图上面 不断地加上他们的contribution 然后这个contribution就变成 我们对于这个政策的map 然后我在星期五之后的 那一个星期一 就拿去跟院长 跟其他的政务委员同时讨论 然后说 我们这边是有 可以做action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就做action呢 那同样道理 因为已经盘点过 李宜官先生的想法 大家就可以reasonably sure 说我们做这件事情 不会被盲目反对 因为大家都心里有准备 是觉得说 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做的 它需要loading 需要一点时间 不过待会我会回来这边去开 是非常就相信 如果是不得调 какие 我们也可以 Challenge 可以拿来 那个場合 也不得收尽 率 Yasir 之 assure 还是 匹